世界衛生组织怎么来最后宣布 这个疫情的级别和防范措施 大家要看到 从昨天周末的时间 据我所知 世界衛生组织由于是中共多年控制 那就说明中国很有可能要发生疫情 和可能要知道是上千上万的人 他不需要世界指导 共产党怕啥呀 他怕的是 世界卫生组织有一天 会按照世界的卫生规则 说出中共的疫情和公共的真相 他早就准备好了 所以他要控制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 昨天在世界联合卫生组织 发生了剧烈的蹦撞 蓝金黄旗作用了 N个被共产党捏住春蛋的人 坚决不同意现在颁发 昨天本来就颁发 把中共国列为疫情区 呼吁全世界 马上断绝和中共之间 所有的飞行航行的来往 进入全世界最危急的公共级别 然后呼吁全世界 让中共打开防火墙 说治疗疫情第一个要打开防火墙 第二个要在全世界的 联合卫生组织的监督下 每两小时让全世界公布一次疫情 第三个 接受全世界所有的生物专家 卫生专家 卫生专家 病毒专家 到中国去成立调查研究小组 中共一切拒绝 就连最后 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 一位加拿大级的人 提出来说 我们最起码应该成立 由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的 救援物资协调小组 给中共提供口罩啊 疫情啊 给前线的医生们 提供专用的医生的防护设备 防护设施 所有人举手 我们国家都同意 我们都同意 无偿提供 中共拒绝 头两天的火葬场全面开动使用 现在秘密下令 死人就地掩埋 不准超过24小时 就地掩埋呀 连烧人的钱都不愿意花了 直接就放到土里边去 让各地用推土机挖坟直接埋掉 不许录像 不许登记 绝大多数的 中国现在疫情地区 全部被断了网 美国 欧洲国家 相继客气地提出 我们要撤出大量的驻华的 外交和人身员 中国外交部杨洁篪 好好大叫 你们要敢这么撤 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要走了 那就会造成真正的 守护中国的人动乱 恐慌恐惧 后国自负 这次的2020年疫情 不是共产党和穷人的战争 也不是共产党和所谓的财富的战争 也不是共产党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 这是共产党的一场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 牺牲的就是 所有的湖北武汉的老百姓 这在西方的政治军事情报城已经得出了结论 这是中共内部斗争 政治操作一个结果 昨天本来已经很清楚的 共产党要承认 是由于P4研究室 医务人员失误造成 研究非典冠状病毒导致外泄 那就承认了 这是人为的病毒 第二个这是有人失误 但是昨天没公布 为什么 这上层的斗争是 谁应该承担责任 韩正是负责公共卫生的 王岐山过去是负责这些项目立项的 那政法委是干啥的 所有这些安全都是政法委负责的 咋办呢 这种较量的每一秒钟 就是湖北人 武汉人 中国人 拿生命死 埋 吐血 这是不让你们知道真相 这是不敢让你们知道真相的根本原因 一位日本的最有权威的在国际卫生组织的说 他说日本国现在全力以赴给中国提供医疗组织和口罩防护设施 但是中共官方的这种贪婪 官僚都抢着东西 但是绝没有任何打算给中国老百姓 也没有打算给前线的医生 他说日本救急的东西全要发到上海北京和深圳 他干什么呀 人家指明要给湖北的 现在就看出就共产党希望湖北人死绝了才好呢 看看港币市场 港币市场昨天是过去三年来 从爆料革命以来 第一次港币场外交易跨过了九 港币和人民币出事 外汇会出事 外汇会出事 中国的所有金融系统就会出事 我们让大家存粮 存粮是不是开玩笑的 大家仔细查一查 美国是在什么情况下 在圣诞节前 美国已经监听电话中得知武汉出现了前期的疫情 包括对那些决定为不能明确的肺炎死亡的时候 美国已经开始往回撤了 而且看看美国在亚洲的所有的军事基地 全部设置了消毒设施 而且这几个世界上最大的疫情使用的口罩 3M公司医疗设备商 从去年六月份到现在大家上网谁都可以查 生产量提高一倍到五倍不止 没有一件事是这么简单的 当共产党讨论出现疫情冠状病毒 开始把这个所谓的去年的传染的中东呼吸症 往非典上靠的时候 传染病靠的时候 西方已经警觉了 现在加拿大被盗的冠状性病毒 非典性病毒被抓这个人 那不是开玩笑 盯了他很久了 在美国所有实验室里的华人教授 被盯了很久了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都颁布了一系列的防止华人在实验室里边的一些行为 那都是在过去六个月都发生了 现在 全世界上的病理专家 传染病专家 公共卫生专家 全人类都在工作 你可以暂缓昨天世界卫生组织 对中国医疗护士前线军人警察的救援 你可以阻止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调查真相 你可以阻止中国的互联网发布出各种死亡和疫情的真相 你也可以操纵中央电视台 但是记住共产党 你今天有多能带的操作这些事情 你就会付出多少倍的代价 共产党今年你被干掉是百分之百 你再挣扎也没用